大家好 上海这个这个搞这个出国留学的 这个公司出事了啊 这家公司 叫外联出国移民 海外移民海外教育的专业机构 外联出国是专注海外移民 海外投资 你看这就涉及到洗钱啊 海外移民海外投资 是吧 Overseas Investment 海外投资 海外教育啊 这个Overseas Education的专业机构 致力于打造海外生活服务的闭环 为中国企业啊 这还有企业 企业的话这个资金量是很大的 和家庭提供一站式全球签证服务 及出入境方案 在亚太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 主要城市拥有多家关联公司啊 他就是给别人介绍 他们共同挣客户的钱啊 多次获得行业殊荣 2020年1月13日入选2020 胡润至上优品获奖名单啊 还是胡润的啊 外联出国 外联 group 你看这有人说了啊 说上海刚刚得知啊 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 中美之间啊移民中介公司 外联出国公司的董事长何美女士 两天前被上海警方拘捕了 对啊 最近不是说有很多上海人 当然也包括北京人啊 深圳人 广州人啊 其他地方人啊 是吧 不是说有很多这个净职 这高净职人群 净职在人民币至少1000万以上的 应该算是富人了吧 这大量的出国是吧 尤其是今年 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这个国门啊 这个边境的管控放松之后 大量的人带着钱 是吧 那么要到美国啊 要到英国呀 加拿大呀 澳洲啊 新西兰呀 日本呀 是吧 英法 西班牙 德国 意大利 反正能往哪跑 往哪跑 带着钱啊 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啊 带着家人去安全的地方 所以这里边是吧 你这大量的这个资金外逃 然后这个科技精英啊 这个商贸精英啊 知识精英啊 思想精英啊 是吧 都得跑啊 所以这个警察把这个何美女士给抓了 据内线透露 警方要求何美女士交出几十年来 几十年五六十年没有啊 三十年也没有 应该大概我觉得二十年总有 是吧 他说几十年 我觉得至少二十年来 甚至二十多年来啊 办理移民的全部客户资料 哈哈哈哈 据消息透露者好意提醒啊 所有的办理绿卡或持美国护照的 依旧在中美两国之间 两头啊 两头通吃啊 中国的便宜也占 美国的便宜也占 然后这种 是吧 想着实权实美的啊 两头通吃的 两头来回跑的中国人 请从自身的安全考虑 或请立刻离开中国 或请暂时别回中国 好像这种消息也总有 也总有啊 说有的时候这个口岸上 有的说是大连啊 出境就把有的人给拦截了 有的深圳的这个这个罗湖黄港口岸 有的跟珠海珠海和那个那个 澳门之间的叫什么口岸来着 是吧 就在那啊 我那个口岸我也走过 那个深圳和香港之间我也走过 我那会去旅游嘛 有的说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出境的人啊 护照被捡脚了 护照被撕了 人被劝反了 说北京首都机场 谁谁谁啊 总是有这种消息 总是有啊 不过这个移民公司啊 它确实 比如甚至它涉及到一些造假 比如说这个 需要办这个公证啊 办这个认证啊 办这个什么双认证啊 包括银行流水单呀 是吧 你的这个资金证明啊 你的资产证明啊 你的卖房的证明啊 你卖车的证明啊 反正种种的吧 这中间 你不能说所有的环节都没问题 是吧 而且关键 如果像这位这个最大的这个外联集团啊 这个办出国的 还有企业 那企业的资金量可不是说 说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中高收入者 说一两千万三五千万 那可能就几十亿多少多少钱 对吧 反正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我在那个那个有一个银行 哪个银行 是工商银行 是建设银行 还是交通银行 还是招商 就有一女的 我在那办业务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女的 就催银行的人 银行的人也不太高兴 说赶紧赶紧 给我这个三百万 三百万赶紧给我打走 说我还等着坐飞机呢 那三百万 我觉得人民币啊 三百万人民币 应该就是往境外汇款 我看这银行的人 因为银行的人不愿意你们把钱都拿走啊 对吧 然后就那小姑娘好像就面有蓝色吧 反正那脸拉的有点长 但是如果没毛病 如果你的手续上没有问题 他肯定可以给你 给你办 反正就给办 你要往里存 那小姑娘肯定特高兴啊 然后那女的说 我还等着坐飞机呢 就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吧 这个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还有 还有我的一个表弟 我的一个表弟 然后表弟媳妇 在一个一个公司 那公司是做什么行业的 我现在有点忘了 是做物流啊 是做外贸啊 是做什么的 那老板也是 那个老板的女儿 女儿就在美国留学 然后他就想在美国买个房子 有好多都是 就比如说子女在国外 然后觉得这国家还不错 哎 那么就就 呃 让他员工 就这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 每个人不是五万美金的额度吗 哎 让他有大概有五十个员工 也包括我这个表弟媳妇 在他那做这个人力资源的吧 是吧 人力资源怎么说来着 PI叫什么 怎么说来着 忘了 是吧 PH吧 HP 是吗 HP 哈哈哈哈 反正做人力资源啊 就是说给的工资什么的还不低 因为我那表弟媳妇也是通过后门通过关系 然后那个有一个政府的领导 是他的另一个亲属给他安排去的 所以他们每个人就五万 你想想 五十个员工 对吧 这老板有五十个员工 那差不多就两百五十万美金 多少钱 是吧 一千七百五十万 一千七八百万人民币的钱 是吧 换成美金就拿走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现在是捉襟见肘啊 雪上加霜啊 是吧 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现在这个外汇的顺差 在减少当中 七月份吧 中国的出口减少了百分之 十四点五 啊 然后进口减少了百分之十二点四 一个是七分之一 出口减少了七分之一 进口减少了八分之一 对吧 而且现在几个 以这个外向型经济为支柱为基础的几个城市 是吧 中国出口第一大城 是广东的东莞 已经完蛋了 很多外资都迁走了 迁到越南啊 迁到这个这个 这个印度啊 迁到柬埔寨啊 迁到泰国啊 甚至迁到墨西哥 甚至有的迁回美国 日本 也有去印度尼西亚 去印尼的 去菲律宾的 是吧 像东莞 像第二大城 这个江苏的苏州 现在的财政都出现问题了 现在中国某一个城市 我现在不知道是哪 警察的工资都开始拖欠了 是吧 你看这个就开始啊 这个螺丝开始松了 就开始异扣了 开始这个啊 就有一个俄罗斯的电影 叫什么 威楼莽夫 是一个水暖工 还是一个维修工程师啊 发现有一栋楼 说这栋楼有很多的蛛丝马迹 这栋楼要塌 是吧 但是很多人 包括当地的有一个女的 一个市长 说你这危言耸听 我们这儿安如泰山 稳如泰山 坚如磐石 是吧 其实我知道的北京的一些 北京的一些比较有名的 就是做这个这个 叫什么 做这个出国移民生意的 北京有几个大的 叫什么 反正这几个 你要说把他们抓起来 也都应该 也都活该 是吧 他们也都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帮助客户洗钱呀 给提供一些什么 这个虚假的证明啊 可能啊 可能还帮助客户 给介绍一个 帮你转钱的 因为你的资金量 要比较大 你光靠亲朋好友 熟人 员工 那不敢趟啊 就得给你介绍 类似于地下钱庄啊 是吧 反正广东的地下钱庄 香港那边 是非常发达的一个产业 在香港 那个换钱的 是吧 就是那种换钱的交易所 就是exchange 是吧 就是currency exchange 或者foreign exchange 是吧 在满大街都有啊 当然西班牙也有 这是合法的 是吧 反正上海 这个如果要抓 是吧 他的客户多了 如果他的客户 我估计可能得几千人 是吧 这当中可能有好多 还是当官的 这涉及到贪官 把他们贪污来的钱 受贿来的钱 那些黑的钱 是吧 拿到境外去 如果抓的话 能抓个几百人 我觉得问题不大 是吧 最近你看这医疗行业 把那些医生啊 主任医师啊 院长啊 全国各地又抓了好多人 估计能弄个几百亿 一两千亿吧 现在又开始抓这些 出国移民的这些中介公司 是吧 但是中国政府 他缺钱 解决不了 啊 这个从根上解决不了 这个只能是从这个战术上 啊 暂时的解决 从战略上 一劳永逸的解决 解决不了 是吧 因为中国的公务员 是吧 警察 军人 特务 秘密警察 啊 包括什么这个各级政府的这些人 包括事业单位的人 是吧 加一块可能都快一个亿了 这是全体中国人 根本就承受不了的一个负担 对吧 你想维稳 把这些精英 有文化的人 都网罗在 都给罗织在这些机构里边 体制内 是吧 时间长了 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 这个矛盾还不明显 而且现在各地方政府的地方债 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 包括那些城投公司白手套的债务 包括P2P 是吧 现在你看这中植系 毛阿敏的老公谢直坤 不都自杀了吗 中植系爆雷了吧 说是2300亿吧 最近碧桂园也要爆雷 表面上没有那个恒大的2万亿多 说1.69亿 有人说实际上可能比恒大的 那个两个亿还要多 2万亿更多 所以中国这事是吧 那最终就中国老百姓倒霉吧 反正就是说 中国的老百姓 我觉得这个钱啊 如果能换成外币 在境外有账户是最好的 或者人能逃出来 润出来 到这个民主国家 到欧盟啊 比如说西班牙 是吧 比如说这个法国 意大利 英国 德国 是吧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都行 日本 韩国 对吧 哪怕你能逃到香港 都比在中国大陆强 啊 香港 澳门 哪怕你到了菲律宾 越南 都好一些 是吧 走不了的人 只能自求多福了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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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